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次我建的這份工作 我已經做了準備 我連公司的理念 背景、架構和工作模式 都背得很難熟,不信你考我吧 好啊 你上一間公司的主要業務 和你借的職責是怎樣的? 是否在玩耍? 你背現在公司問甚麼? 你建工時問上一間公司的事 是很正常的 好 關於前公司 如果他只問你工作的職責 其實你可以盡量去解釋 因為你工作的職責 別人是有需要去了解 引致到他覺得你適不適合 現有的工作 但如果他問的題目 比較集中於一些不方便透露的 例如公司的運作情況 又或者一些機密的資料 你可以說 這方面的資料 其實是需要保密的 我不方便透露 又或者你可以提及 在我和之前僱主的勞動合同裡 是有提及我需要保密的 所以不好意思,我不能透露 其實一般的人力資源 都明白他們亦可以接受 如果要解釋怎樣離開上一份工 看看你離開上一份工的真正原因是甚麼 是否真實地說出來 如果譬如說一般性的原因 都可以接受 就是離開上一份工 因為有一份更好的工 又或者是覺得那個人工相對來說偏低 希望找一個更加高的人工 又或者尋求一個新的發展 這些都是一些很可以接受的原因 但如果你離開上一份工 是因為譬如說和同事不和 又或者你是被辭退 那這些你就變成要看看 用一個甚麼的原因會比較好些 就算了 就算了 就算了